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年薪总包60万和父母报喜 父母却认为这工作还不如他那个在老家水利局的公务员表哥 爸妈还一个劲的催他 趁着还年轻赶紧放弃不正经的工作回家考工 说得他极其郁闷 我一听就乐了 这几年这样的事我还真遇到过不少 现在有特别多的人 对于体制内的岗位都有一种迷之自信 仿佛只要进了体制内就走上了职场巅峰 秒杀一切社会岗位 别说60万年薪的程序员 就算百万年薪又如何还不是要往后哨哨 但如今体制内还真的有这么高的性价比吗 我看未必 今天就给大家盘盘体制内的真实性价比 本期内容分为两个部份 如果你别拿部分感兴趣 欢迎发弹幕告诉我 后面我会详细讲解 体制内的工作在大家心中的地位有多高 有句话形容得好 宇宙的尽头是考工 这些年尤其是疫情后两年 实体经济增速放缓 高校就业变难 大家都开始追求稳定 毕业生一窝蜂的转向公园考试 国考热度一年比一年热 刚刚结束了2022年国考报名 6天就超过77.8万人报名 创下了历史新高 报名的考格一 西藏阿里邮政管理局 甚至有一个一级主任科员 及以下职位 吸引了15000多人报名 大家为什么普遍觉得体制内性价比高 把你的答案打在公屏上 总结下来 无外乎以下4点 收入性价比高 工作强度低 职业曲线稳定 社会地位高 但是啊但是 我一直说 凡事都要动态的看 上诉理由如果放在3年前 我并不反对 要放在10年前 更没人敢反驳你 但放到如今 我只能送你4个大字 看清现实 咱们就逐一掰开来盘盘 一 闲来说说收入 很多人认为 体制内虽然工资少 但都有健全的医保社保 而且公金金缴纳比例也高 各项福利齐全 比如绩效 工会奖金 节日慰问金等等 不会出现缺金少两的情况 另外体制内的消费支出也低 比如打工人去鞋子楼 下20块钱买的盒饭 大多还不如公务员5块钱 吃一顿食堂 更大头的还有医疗 有些单位实行的是公费医疗 时报时销 自己看病养老压力都不大 但这并不是全部事实 首先要知道 体制内收入也分级别 比如之前就传出 深圳某街道办公务员 年薪30万的新闻 但并不是每个地方 都是珠三角 长三角 年薪二三十万 大多数非一线城市 非热门岗位的基层公务员 工资加公积金 加社保一年的收入 也就是六七万 按照目前的标准 正处级的年薪 能达到17万到19万之间 如果退休前 能熬到个副厅级 大概能达到21万到23万左右 而年薪30万 差多数是副省级干部的 全年合法收入总和的 全国只有集个别省市 才能拿到这个数 注意 这算的已经是全包收入了 也就是包括公积金在内的 国家发的每一分钱 其次 也不用神话体制内的公积金 现在公积金最大限额 一年也就缴纳不超过8万 并没有你想象的那么多 再说 很多互联网大厂公积金 也都是定格缴纳 能开出几十万一年给程序员的公司 自然也不会差医保和公积金 除了正常的医保 有些大厂还给你提供商业保险 覆盖所有医保覆盖不到的医疗支出 还有 现在很多大公司 三餐 交通 住房也都有补贴 我遇到的能拿到年薪50万以上的程序员 一般不会提自己的公积金参补什么的 为啥 这么点小钱 懒得关注呗 而几日内就不一样了 必须把林林总总的隐性福利都算进来 才能变相抬高自己的收入 当个机通公务员 早就没了分房一说 如果不肯老 买房基本是不可能的 就连生活也得口口嗖嗖 别说是普通科员 就算是当个副镇长 下班可能也要开滴滴补贴家用 第二 论工作强度 体制内也不低 这几年 各地政府都加强了 对体制内工作业绩的考核 加班 熬夜 不只是打工人的专属了 也成了许多地方公务员的常态 之前就有一位体制内的读者 向我透露 他两年前考入了 某沿海城市税务局公务员 刚进去第一周就加班 每天七点多下班 然后从第二周开始 连加三周班 最晚一次干到半夜十二点半 之后的日子 虽然按规定是六点下班 但办公室没一个人走 主任每天十点多才走 周末不定时还有各种工作 就连他为了出去玩 调休攒出来的三天小长假 也全程在加班 他说现在的体制内 根本不养闲人 所谓传说中的上班一杯茶 一张报纸 进体制内 这两年 他还真没见过这种状态 当然在忙的单位 也总有轻松的岗位 不过这些康位 早就被占满了 想想就知道 只有忙的岗位 才会一直招人 而且招进来的 必须得是能干 要强 没有人脉关系的外地年轻人 进来后 所有活都一股脑 推到你头上 在你崩溃之前 绝不会安排第二个人 另外不说进去之后的 工作压力 就连考进去的压力 也比之前高出了N倍 如今想进体制内 用一个字形容 就是 居然之前考工 你可能会和大专生竞争 而如今 一个小小的街道办 都是985 211毕业生在竞争 备考比你还努力 比如2021年国考 杭州市税务局 第一税务分局招录一人 一共有1275人 报名过审 最终的最低面试分数线为 148.7分 要知道 国考达到140分 就是大神了 但在这里 却连面试都进不了 难度可想而知 考进去的概率底 付出的努力成本又相当高 这性价比能高到哪去 第三 再来谈谈稳定 体制内职业曲线 发展更长久 这点没错 只要你自己不出事 基本能干到退休 不用操心 35岁危机被优化掉 不用操心 今年公司如火如荼 明年却倒闭官媒了 更不用关心 单位改革 被迫丢掉饭碗 不要只看现在赚多少 更要看未来能赚多久 这句话放在体制内 尤其适用 但请别忘了 稳定也分状态 在体制内工作 只可能稳定的穷 现在体制内的薪酬 一般是根据直级调配的 这也就意味着 要想提高工资 除了升职 别无他途 有人会说 熬上去就好了 但问题的关键是 一般人真的很难熬上去 首先你确定 自己能竞争得过其他人吗 哪个进去的 不是人中俊杰 其次 就算你能竞争得过其他人 你付出的努力 一点不比在其他行业少 等你真的熬上去 在其他行业 也能混得不错了 大部分普通人 一辈子就是个科员 或者顶天 升任个触底干部 还有人会说 我就当个集团公园 就行 稳稳当当 不丢饭碗 上下班按时打卡 每月领国家 发你那点工资 在单位食堂 混吃等死三顿饭 按部就班 做一些简单的事情 直到退休 就可以万事大吉 但这也同时意味着 你在体制内被边缘化了 脏活累活是轮不到你 但好事 每拆也没你什么事 而且这种边缘化 最容易衍生的 就是心理问题 很多人都不知道 抑郁症早就已经成为 体制内一个不能明说 但又无法回避的问题 公安部一个心理学专家 就提到过 他每周大约接诊15位病人 其中一半是公务员 这份稳定 你确定吃个消吗 再退一半不说 现在社会节奏变化这么快 今天的规则 到了明天 可能就不适用了 稳定真的有那么重要吗 最后一点 来聊聊体制内的社会地位 在大多数地方 尤其是中小城市 体制内工作 都是体面的代名词 谁要是任职的公务员 单身找对象 都有很大优势 连参加个同学聚会 也会有面子 还有一种社会地位 叫爸妈觉得 在长辈心中 当公务员 足以光宗耀子 因闭子孙 过年也无惧 各种亲戚的盘问 所有综合下来 就是一句话 考进体制内 真想 不过 这种体面的社会地位 也就能勉强维持在 浅层的随意交谈中 一旦关系进入深度 决定人与人之间评价的 最终还是看 你能给对方 带来多大价值 比如 如果你一直待在 一个冷门部门 做个小职员 时间久了 亲戚们发现 你的职位 对他们好像 也没啥实际作用 收入又低 对你的评价 最后还是会回归原形 想象这样一个场景 过年的时候 年薪60万的程序员 和月薪4000的公务员 回老家 一个给侄儿 带来新款耳机 做礼物 一个只带了几声 新年问候 你猜大哥大嫂 会更喜欢谁 说白了 体制内工作的社会地位高 建立在以前 它的性价比高 那时候公务员 还能分着房子 发着票子 批着条子 甚至还管分配 下一代的工作 能不让人羡慕吗 可看看现在 房子没有了 票子也不敢乱发了 能批条子的越来越少 工资又不高 还让人怎么高看 你的社会地位 虚无缥缈的空中楼阁 非常容易坍塌 说到这儿 我想起最近一段时间 网上流行一个 计算工作性价比的公式 本子分母 分别设定了一些系数 相除就可以得出 你现在工作的性价比 欢迎同学们 把自己的分数 打在公平上 这个公式不保证科学 但据网友们测算 大体符合感受 今天我就本着严谨 但不负责任的态度 拿程序员和公务员来算算 我们都取一个中间数值 程序员取年薪30万 公务员取年薪10万 程序员小A 平均日薪820 综合环境系数1.27 工作时长12 通勤时长2 摸鱼时长2 学历系数1 总性价比等于2.28 公务员小B 平均日薪270 综合环境系数0.85 工作时长8 通勤时长1 摸鱼时长4 学历系数1.2 总性价比等于0.78 可以看出 30万程序员的工作性价比 远远超出年薪10万的公务员 而且请注意 这些系数还在动态发展 分子越大 分母越小 性价比就越高 现如今 体制内的工作时长 和学历系数都在加大 也就是分母系数越来越加 动态的看 体制内的性价比 日后可能还会持续降低 所以说白了 体制内只是一份 稳定的体面工作罢了 千万别把它抬得太高 不信你在各大论坛上搜索一下 公务员辞职话题 看看有多少体制内的人 正在吐槽 如果真是最好的工作 为什么还会有这么多人 着急跳出来呢 体制内以前的性价比确实高 但如果一样东西有太多好处 想得到它的人肯定不会少 而这一点 便会转变为它的劣势 俗话说得好 地上本来有路 走的人多了便堵死了路 最近几年 国考竞争日趋激烈 考进体制内的概率降低 为此所投入的成本也逐渐升高 等于变相拉低了最终收益 所以如果屏幕前的你 恰好也在面临职业选择 我的建议千言万语会成一句话 就是千万别在高估体制内的性价比 在评估性价比之前 先看看自己到底适不适合 比如你是不是强专业 强技能类型 如果你学的是计算机 数学 法力这种强技能型的专业 未来的职业道路 大概率要靠技术吃饭 那么优先选择市场化职业 反之则可以考虑考工 再比如你对自己未来的状态有什么预期 投资学中有一个测试叫风险测试 你是甘愿冒着风险获得更大收益 还是宁愿低风险获得稳稳收益 这代表着你对未来状态的两种预期 一种是波动型的 喜欢折腾 上线下线极大 另一种则是安稳型的 虽然收益始终一般 但比较均衡 可持续更长持久 如果你是安稳型的 可以考虑优先考进体制内 喜欢波动的 就更多考虑选市场化职业 最后你觉得自己哪里更有竞争力 根据你的自身能力 以及目标环境的竞争压力 你觉得自己五年内能达到什么样的高度 在市场化职业上 五年后你是否能达到年薪三十万 或者在体制内 你是否能在五年内走到复处级 当然这两者很难下定论 但在另一层面上 他考验的是 你对哪个未来更有信心 如果一个目标想都不敢想 那么他基本是达不到的 说了这么多 我最后总结一句话 千万不要对体制内工作的性价比 过分高估 更不要过度神话 体制内真的也只是 普普通通职业中的一个而已 比起性价比 你更应该关注的是你自己 你适合走什么样的路 你能够走好什么样的路 毕竟你自己才是 性价比公式中那个最大的分子 同意的掌声 好 今天的内容就盘到这里 如果你觉得有收获 别让你给出一个一键三连 当然也请同学们自觉关注谈书 前期时很好赚 听我给你谈个遍 保证你能赚到钱